欢迎收看美食不打烊 大家好,我是杨阳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虎皮鸡爪 首先把鸡爪的手指架去掉 然后冷水下锅焯水 放入姜片,大葱段 加一点啤酒去腥 水烧开后撇去浮沫 焯水两分钟左右,关火捞出 放入盆中控水 热锅中倒油,准备炸鸡爪 油温大概八成热,下入鸡爪 马上盖上锅盖 由于鸡爪内还有大量的水分 所以会出现油爆锅 一定要盖上锅盖,小心被油烫伤 建议大家做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以免被热油烫伤 等到油不炸锅的时候,打开锅盖 把鸡爪炸至油烫后捞出 放入冷水中浸泡 这一步是为了让鸡爪泡至虎皮状 浸泡一个小时左右 准备料头 葱姜蒜放入碗中备用 一把干辣椒 半把花椒 两个八角 两片香叶 少许桂皮 不喜欢吃辣的可以不放辣椒 鸡爪表面已经泡出虎皮 捞出控水备用 锅里倒一点油 开小火油温不要太高 倒入大料煸炒 倒入干辣椒、花椒 倒入葱姜蒜炒香 加一勺豆瓣酱 炒出红油后 加一碗水 加点生抽 老抽 鸡精 半勺盐 搅拌均匀 烧开后 倒入泡好的鸡爪 开中小火炖煮40分钟左右 让鸡爪充分入味 然后把鸡爪捞出放入碗中 这个时候已经可以吃了 但是为了做到真正脱骨 还需要下一步蒸 捞出锅里的料渣 把汤汁倒入碗中 把鸡爪放在蒸锅中 盖上锅盖 开小火 再蒸一个小时 这一步可以让鸡爪脱骨 吃的时候特别过瘾 一个小时后关火 打开锅盖 小心烫手 用布端出 即可装盘食用 一道美味的虎皮鸡爪 制作完成 欢迎点评 散布端出 感谢观看